一看到前方救车准备发动 大批埋伏援警立刻上前围捕 拔枪贺令要驾驶和副驾驶赶快下车 因为警方一查发现这车级资料 跟车身样序根本不同 当场人赃巨货嫌犯还想狡辩 原来杨姓和许姓嫌犯上个月 特地坐车南下到台中偷车后 就怕被追弃再偷另一辆车的车牌 进行换挂 两人随后开着脏车北上沿途犯案 至少在基隆和新北犯下四起窃案 日前又到新北市卢州 想找寻下手目标 但围停在路边当场被逮 另外犯人身上查获二级毒品 阿贝塔蜜以及咖啡包供乳包 两名嫌犯有多向前科 平常没有工作四处行窃 这回大费周章在台中偷车 再换挂车牌北上犯案 最终人狼狈落网 警方更在车内搜出毒品 这下最佳一等都被移送发办 记得专门在姚立强采访不懂